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猪猪女孩 在剧中饰演的美作是一个标准的花花公子 你本人是这样的吗 不是 那你本人呢 是个小哥哥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 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 画完了 我觉得猜不出来的人回去要剪排一下 你猜一下 从这边往这边看 完全没有想法 完全不知道他在画什么 是一句话吗 是一句话 好 啊 啊 我已经太发抖了 你心中的山菜是什么样的女孩 我心中的山菜就是一个很直接 同时也很脆弱的一个女生 那你心中的理想女生是这样的吗 我觉得每个人 她都会有让你喜欢的特质 所以 那个 所以 啊 为什么 所以所以不要去设限 在剧中饰演的花子内 是一个个性孤僻的忧郁王子 你本人是这样的吗 我本人其实跟她也挺像的 然后 啊 然后 然后我画完了 肯定是用 三个图像分别代表三个字 第一个是 一个人拿着一个玫瑰花吧 下跪 应该是求婚 就是求字 然后no 就是不 不字 后面才画了一个圆圈一个p 好像就是停车 就是停 就是求不停 求婚不停车 求婚不开车 求婚没开车 你自己心中的理想型是什么样的呢 可爱的 让我有保护欲的女生 有技巧合作的女艺人吗 我别问 别问我 突然就懵了 四个人中 你觉得自己是什么担当 吃饭担当 弟弟 多栋担当 高红睡觉担当 你好 安丽担当 你这个腿 好了 就他们两个在结婚 这些是 被他们邀请的人 就有个车 不开 结婚不开车 哈哈 为什么你笑的这么尴尬 还能补两笔吗 哈哈 那 那不就是凉了 哈哈 这是个啥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我完全不知道 是不是一个是生菜一个是我 然后在干嘛 我还穿着一个斗篷 我感觉他画的那个好像是个警车 哎呀 你快给我个提示吧 要不然我画不了 我叫白卷 希望一集开始 好了 我大概可能差不多 知道了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起走 起走 如果你平下来就不能再继续画了 你的画要送给审司们了 你觉得自己的性格最像剧中的谁 大明事 你觉得 你自己是四人中的什么担当 运动担当 你知道刚刚希泽说你是什么担当吗 是什么 他说你是多动担当 你觉得他说的对吗 就不算是在说我坏话 所以就原谅他了 那你觉得其他三个人是什么担当 呃 吴希泽是吃饭担当 然后关红是睡觉担当 梁静康是 呃 梁静康是 梁静康是没有担当 好 完成 就是如果道庆永的话 要警察干嘛 你觉得你猜对了吗 没有 那恭喜你你猜对了 这样都能猜对 哇 哇 哇 我这么猛了吗 应该这个人 然后随便停车 然后 只有警察就来了 然后他要道歉 本来我觉得应该是可能在 一个电影院里边大家看电影 或者是哦哦不对 应该是一家人开着汽车在出游 应该可能未来的汽车就设计成 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因为他可能化掉了 就差掉了 但是我觉得应该都是讲的 城市里的幸福生活吧 大概就这样子 因为这个是停车场的标准嘛 不要停车 然后 请不要停车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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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